我們今天時間稍微有點短,所以我們跳過一些,或者移到下一次。 不過我跟你講,我覺得還是按照你那個,但是我們如果講過,還是下次再接著講。 接下來我們打算介紹一下漢代的衰敗。 因為全部這麼推崇的漢代的制度,為什麼會最後衰敗呢? 我們接下來要講未定南北朝,特別是南北朝是南方和北方的區別。 比如說,前幕本人曾經提到過南北朝的各種區別。 政治上的區別,學術上的區別,宗教上的區別。 但是它在文化史導論這本書裡面,主要只講了三個方面。 一個是宗教上面的區別,明珠融合北方和南方的區別, 還有文化藝術上的區別。 所以我們只會講後面三點,就是宗教,民主和文化藝術。 然後,但是因為今天這個時間,我們可能6點10分到15分就要結束。 我們講一點輕鬆一點的 topic,因為我們之前講的都太嚴肅了。 我們講講這個前幕關於文學的一些論點。 剛才那幾個不講啦,是不是? 下次吧,下次吧。 我們覺得都是綜合書。 我們講講這個前幕關於文學的一些觀點。 首先,大家如果最近關注這個前幕的作品的話, 可能發現大陸最近出了香港,還有大陸最近出了前幕的一本叫中國文學史的書。 是他的學生,當年在香港新亞書院的學生的課堂筆記, 找翻出來,然後重新出版的,中國文學史。 那是新亞書院的課堂講錄。 然後北大呢,有一個研究小說的這個教授叫陳平原。 大家可能不了解,可能不了解。 陳平原就批評,寫了篇文章,批評他這本書吧。 說這個一點沒有價值,沒有什麼學術價值,不值得看。 他說這個沒有什麼新建,不甚深刻。 而且他尤其批評前幕的一個論點,前幕在這本課堂講錄裡面提到說, 小說不是中國文學的主流。 他說紅樓夢也沒有什麼價值。 是他的前幕的那個說法。 然後陳平原就說這個說法太荒謬了。 因為陳平原本人就是專門研究小說的, 所以他覺得這個特別荒謬。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這本書沒有, 有沒有人看過這本前幕的中國文學史。 我買了一個電子書,我本來沒準備看的, 因為也沒空看,現在好久不看了文學史這方面的書。 正是因為看到陳平原的批評文章, 我就專門去買這本書買了, 買了電子版,然後我就讀了一下。 然後我的看法呢, 根據我的看法,就是陳平原這本中國文學史, 一直到講到詩經處詞之前都還可以, 都還是很有想法,也比較深刻。 但是從處詞再往後講的確是不行, 的確就很平淡,然後也沒有什麼心癮的地方。 然後我就有一個猜想,hyposis。 我說為什麼他這本書會有這樣一種不同的變化, 就是他本身水平還挺高的, 很有潛力,就會下滑。 我就有一種判斷, 一種自己自我的猜想不知道對不對, 就跟大家提出來討論一下。 這個就是前部當時在新亞書院呢, 講這個中國文學史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狀態。 首先他為什麼要辦新亞書院? 就是因為他當時逃到, 也不叫逃吧, 他當時輾轉到香港定主的時候, 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 一片創意, 都是一些, 只有一些, 基本沒有什麼文化, 也沒有什麼文藝, 這些都沒有, 只是一個殖民地的現象。 所以他覺得有感於沒有國文, 沒有國學, 所以找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來創辦了一個書院, 希望能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上, 能夠剝下國學的種子。 這是他當時辦新亞書院的初衷, 所以可見那個時候的整個狀態和背景。 同時呢, 因為當時新亞書院沒有什麼教室, 只有他和幾個朋友幾個教室, 所以他一個人要開好幾門課, 要開好幾門課。 其實他本來不治文學史, 但是他為了講課, 專門討論文學史。 所以他個人的這個, 當時的狀態和課業的負擔, 是一個原因。 但是我個人覺得, 我這個不穿冒昧, 我揣測一下,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學生的水平。 因為當時新亞書院的學生, 其實普遍基礎比較差。 少數有一些大陸來的流亡學生, 也都不是很高級的學生。 比如說, 他原來在北大教的學生的那種數字, 肯定跟這個是沒有。 大家讀過《理記》, 知道《理記》有一篇文章叫《學記》, 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裡面就說, 教學想長。 所以學生如果技術很差, 老師講的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他整個水平的想法, 可能也是有這個原因。 就是講的大家都不懂, 都不明白, 沒那麼好講。 有這個原因,我覺得。 當後來就有條件。 對,其實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的時候, 非常有幸, 非常幸運, 對他自己本人, 就是他找到了一個好學生。 也不是他找到的, 就是因為, 就是那個余英史。 余英史其實是跟他一起創辦的, 這個新亞書院的一個朋友的兒子。 所以, 所以他非常有幸能夠, 像孟子說嘛, 人生有三樂嘛, 其中有一樂是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 所以他能找到一個好學生, 對於他也非常有幸。 前幕今天這麼火, 我們之前曾經談過, 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余英史。 余英史太火了, 所以到時他的老師也跟著水長闖告。 是, 現在中國很多, 甚至世界範圍內很多研究中國, 歷史啊, 文化的人都是出自余英史的門下。 因為余英史長期在林斯頓, 哈佛爾都當西讀任, 當教授, 多少年, 哈佛爾營經所他都待過, 所以他有很大的一個Family Tree。 到哪兒了? 比如說香港的這個詞語所, 歷史語言文化研究所, 有好幾任的這個, 這個這個所長都是, 據說是出自余英史的門下。 OK, 雖然前幕的《中國文學史》這本書, 大家如果, 我覺得就不用看了, 基本沒什麼, 沒有什麼那個, 要看就看到儲辭, 那個地方為止, 基本上也沒多少字。 但是呢, 他另外有一本書, 叫《中國文學論從》, 那本書還不錯, 那本書講的還挺好的。 我們下面這些呢, 比如說這一頁就是什麼呢? 《中國文學論從》裡面找出來的。 比如說他首先, 他裡面有些文章, 講詩歌的趣味, 講文學的見證力, 他就比較了兩首詩。 第一首詩, 從臉不卷, 流香酒, 古燕微凹, 巨墨多。 大家不知道讀沒讀過這首詩, 有讀過《紅了夢》的可能讀過這首詩。 《紅了夢》裡面談到過這首詩。 還有一首詩, 《雨中山果落, 燈下草叢金》。 這些其實都是詩歌裡面的一連, 應該都是律師裡面的一連。 大家就看這兩首詩, 覺得有沒有, 這兩連嘛, 有沒有什麼高下, 就是, 前幕在那篇文章裡主要討論, 這兩首詩的意境和味道, 趣味的高下有別。 文學欣賞是很free的, 就沒有什麼大家自己有什麼想法, 覺得這兩首詩有什麼高下之分, 大家更喜歡哪一個, 可以自由發表一篇。 我覺得右邊那個很好, 你有意境, 我一看就曉得, 哎呀, 那左邊那個, 左邊這邊的話, 第一句, 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第二句, 我覺得很有意思, 是古墊圍奧, 哎呀, 磨了好久了。 他第一句, 他這個簾木啊, 是它可以捲起來, 也可以放下來。 他說這個簾呢, 很重的這個簾呢, 沒有捲, 沒有捲起來, 是放下來的, 導致它燃的那個香爐的香出不去。 從臉不絕, 流香, 古墨為傲, 古燕為傲, 巨墨多。 你覺得左邊好一點嗎? 左邊講對嗎? 左邊有文藝, 文藝, 文藝, 有沒有別的意見? 兩個意見其實都有, 有說左邊好了, 有說右邊好了, 我喜歡右邊, 你喜歡右邊, 左邊後邊比較有, 一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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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寺什麼意見? 其實呢, 這個, 錢牧是什麼意見呢? 或者不說錢牧是什麼意見? 先說紅樓夢是什麼意見? 紅樓夢覺得裡面, 借林黛玉之口說, 你如果都學這種事, 就不會做事了。 這個, 就是, 林黛玉或者說紅樓夢的作者是不喜歡這首的, 是的。 然後錢牧呢說, 右边这个比左边清洁牙高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的这个解释是 左边这个太没有个性了 就是说他的原话是说 这个诗的这两句诗的背后 没有一个人在 而右边这两个诗 后面有一个人在 他说左边这个 他想要营造出一种趣味 在这种趣味是一种 是一种common的 是一种没有性格的 是一种 就是一种装逼装出来的 右边这个是有真心情的 但是后来我又去把 这两首诗的原诗找了一下 左边这首诗呢 是路由的诗 其实路由的全诗 看起来比这两句诗 单独看起来稍微好一点 这两句单独看起来 的确是一般而已 但他全诗是稍微好一点 还是特别是后面有两句也还可以 所以他全诗还是比这个稍微好 右边这个呢 是王维的诗 是王维的诗 他最后得出 王维这首诗最后讲的是 什么人生不可长久啊 然后什么反正学佛的人应该有共鸣 就是讲这个这种这种 但是这就是他的 就是这个说这首诗不好是林黛玉就说了 但是说这两个诗相比较 这个前面说这个趣味更高 但是这是文学艺术嘛 这个都是各有说法吧 文无地 所以大家自己有各种不同的 或者你自己的趣味更喜欢香啊 墨啊 燕啊这些 那你可能也会觉得左边可能更好一点 如果你是像陶渊面一样 想要户外 比如说像陶渊说 你喜欢户外 喜欢这种三国草双 这个人对于人又变好一点 所以这个 这个只是一种说法 然后再一个 这个 他有一篇文章讲文学感受理 他举了几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他第一个例子 他说从金圣探平水湖里面 可以得到怎么读文学书的方法 他举了例子呢 就是实际肇事家 就是肇事故儿 那个故事的来源 的一段技术 他说 你看这两句话 两个人物都涉及到 同样的两个人物 但是 与续颠倒了 为什么会颠倒 大家如果一略过 可能就过去了 他在说什么 他说 于是 照兆武成因 变败诸价 遂返于成因 造武供图案 造武就是造势故儿 为什么这里要造武成因 那里要成因造武 这有没有讲究 还是说随便写 他说不是随便写 不是随便写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一句 讲的是 当时说 哎呀 造势还有后代存在 就把这个后代找过来 跟所有的这个 猪将见见面 这个时候 造武是主角 他是最重要 都是造势的后代 这是重性 但那后面 图案古这种事 当时造势故儿 还年纪小 他成不了了这种事 所以真正去打 带着人去打图案古的 是成因 所以把成因放在前面 所以大家看 这这么小的细节 就是两个人物的名字 变一下 也是有讲的 但这个 大家如果看过 金正探评水浒 可能就能看到 金正探里面 有时候会注意 你看 说前面是AB 后面是BA 就是有同样的 这样的一种评论 说你看水浒段里面 这句话是不一样 是有意义的 或者另外一段 说什么 宋江 怎么怎么着 然后说谁 然后他说宋江这句话 说得多么多么妙啊 什么 大家如果有空 可以看一看 这个金正探评水浒 这个水浒里面的 一些 一些一些 很有意思 不仅仅是前幕推崇这本书 好多好多人都说 金正探评水浒 这个评论特别好看 再一个例子 叫这个论语 他觉得 大家都读过这句话说 子曰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就是拿个足法子 到海上去飘 做个野人 从我者其有语啊 有就是子路 子路闻之喜 子曰 有也 好用过我 无所取材 这句话 传统的解释 是什么样的 大家 有没有了解 这个无所取材 是什么意思 就是传统的解释 绝大多数 这个论语的著本 对这个解释 是说 游啊 就是子路啊 这个人这个勇武啊 比我要 要好 但是实在是不堪大 我就是随便说了一个赏气话 开个玩笑而已 就欢迎勇武 真的想要去称 一般都是这种无所取材 一般认为是批评子路的话 觉得子路你这个人 好勇 都很 一般是什么认为 基本上都是什么 不说一般 基本我看到的版本 基本上都是什么认为 但是前沐这个里面 对这个提出了 另一个解释 他说这句话 其实就是字面含义 就是说 哎呀 你真要跟我去 臣服服一含义 你到哪里去找木材呢 就没有木材可以找 他说为什么 是这样一个字面含义 他说 这实际上是human 这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 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他不是在批评子路 他是说 他其实整个 刀乎不行 成乎不一含 就是一种感叹 然后子路听到 他的这种感叹 把他当真了 然后这个孔子觉得 又好气呢 又好笑 就说哎呀 你到哪里去找木头呢 都会用木头去找 所以是一个human 他说你 这四个字不要读得太严肃 这就是一个human 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种解释挺有意思 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吧 已经六点多了 可能待会儿就有人要进来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说法 或者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再讨论一下 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刚开始那段说 那个善良智的那个 就是说如果是姚顺宇是虚构 或者是犯虚构的话 那就是善良智的 它真实的存在是不是这样 也对 没错 所以很多人 其实是应该说 不只是很多人 是很自 majority认为不存在善良智 对 就是认为不存在善良智 也不存在景天智 认为景天智也是虚构 就是因为so far 现在所有在地下找到的 甲骨也好 经文就是顶也好 简也好 在早期的都没有提到这些制度 就是我们首先知道的善良智 都是战国时代人说的 战国人说这个善良 但战国时代的人说善良智 他们距离那个时代 都是上千年了 他们说的靠谱 就像我们今天说 一千年前的事情 对 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个 对于史料的这种判断 就是战国人说的话 说以前的人的话 不一定 比如说战国人说 瑶俊宇昌的话 不能代表 瑶俊宇昌那个年代 他们所说的那个年代的事实 但是可以用来作为研究 战国这个时代的史料 真正能够用 准确的用来研究某一个年代的史料 是那个时代的第一手材料 比如说出土的文物 墓葬 竹简 中顶 这个 硅甲 这些东西可以 果然 他们有人要 不许 请 请 这么说吧 因为我们接下来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 今天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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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又晚开 一时就结束了 我听那个 就是完整版本 善让 瑶霍顺也是不得好死 瑶 瑶 瑶 求 顺也死 是吧 毛 毛 是 是 这两个 后来 好像是完整的版本 被逼无奈 最后好像也 相当于完整 下面有人窜拳 然后 摇悠球嘛 后人行 并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 怎么说呢 就是 如果大家对 比较 有确凿证据的中国上路是感兴趣 可以看两本书 一个就是我们上一期也推荐过的 就是这个李峰写的一本书 叫 我今天没带来 叫这个 Early China 这个叫什么 一个文章 Cultural History 或者是 Cambridge出版社 08年书的 或者是看 一个叫 建桥图中国诗 叫 Cambridge's History of Asian China 然后大概是这么后两本吧 然后是95年左右书的 这两本书是比较客观的 就是他们讲 基本讲历史 基本上不用任何传实的文献 特别是 特别是中国的史书 他们基本都不信 他们就拿这个数字文物啊 这些东西来讲 所以 是比较objective 这个对史实感情 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比如像刚才我说的 那个许多云 对春秋时代 政治人物的这个统计 好像就是 那个 Cambridge's History of Asian China 里面的 因为许多云写了一张 然后这个 这个谁 张光芷写了一张 然后 对 还有谁 基本上是每一个researcher 就是专门的海外殖民的这个researcher 写了一个chapter 然后从这个史前世代 一直讲到 这个清函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到这了 谢谢大家